老花一每日一答回答一下周伯的养发问题 第二周伯说你看我这个鲜银球是咋的了 就只有这个样子吗 你要让我这样看的话 我看不出来个一二三 但是你如果让我从旁边看整体的话 我能看出来 你看你边上这个太阳花都长得过分长 我个人还是怀疑有一点点水大的 你像我跟花伯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 你要真想在家里边养鲜银球 一年浇个三十次的水就行 真的 你就千万千万记住了 这玩意很难把它焊死 因为咱们日常家庭里面的话 很多空气湿度是完全足够满足它生长了 你就比方说我们这几个毛花柱系列的 没浇过水 就是从近来到现在都有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了 一次水没浇过 因为我们大棚里面本身就潮 所以说我没浇过水 但是如果说我们棚里面如果过分的干 就是看了过分干的话 我们也会去浇一点点 也是薄薄拉拉的撒一层就行 基本上也是撒到地面上比较多 所以说花友要注意这个点 如果你说现在要怎么办的话 我建议还是干痒 有条件的话 喷一点杀菌药继续干痒好吧 下个周朴说杜鹃花不是纯白的有点发黄 是怎么个原因 应该是你喷了水啊花友 我感觉应该是你喷了水 其实杜鹃花是喜羊的 它耐阴 就是喜欢光照好一点 但是最好是很潮湿的感觉那种 空气很潮湿 它长得会很好 如果反之的话就不挖晒 你这个应该不是白花毒菌 搞不好应该是敲光导致的这种 粉花的开出来发黄 知道吧 适当地给一点光照 下个周朴 麻烦看下我的桂花怎么救治 好不呢 你这个桂花要是我 就根儿都给它剪一剪 剪一剪了 然后给它换换盆 盆小了 根应该是长满了 还有一个也不施肥 我建议换个稍大一点的盆 加点肥料 把不好的上面的叶子剪一剪 不破不立嘛 别的没啥呀 一定要给足光照 好吧 下个周朴说 这个橡皮树 你看养一年多了 去年的怎么这了那了的 怎么怎么地的 有点支撑不起来 你就正常给足光照养就行了 别的没啥 怎么杆子支撑不起来 这还让它怎么支撑 如果你真的嫌的支撑不起来 就把头掐了 把头给它破坏掉 它就从边上就开始长分支了 然后再掐 又长分支就长成棒棒糖了 明白了吗 要不你又自干 别的为啥 都养挺好的嘛 很棒 花椰橡皮树养的很棒 下个周宝说 老花椰这个咋弄 这个就是由于积水闷根 长时间的这种积水闷根 而导致了一些碳菊病 浅业营 浅业营 碳菊病 病虫不分家 还有黄化病 你这个病可多了 主要原因还得因为这个花盆 积水闷根 它不透气 好吧 给出的建议是打药 修剪 用点繁肥水 给茹光照 把表面的土稍微松一松 花盆变高一点 下个周宝 家里边养的轻松 长白毛了 已经嗝了 已经擀了这些 这些干了地方剪了吧 如果说一整棵就这么点东西的话 那就是已经死了 加喝吸去了 好吧 有些话说老花一松柏内了 为什么我养不好 松柏内了之所以花有没养不好 就因为手气太勤快了 你就想想咬定青山不放松啊 那些个 它都是很耐汗的 基本上很难有汗死的 就很难 不是说没有 你像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外面以前也种过一些个蓝兵板 卖的好又不好的吧 也会有提亮的死 你要懂这个事 基本上都是积水污根 一烂了以后上面就开始干 一到夏天就死得多 好了 别的没啥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其他有问题 视频来源 我是老花一 老花最在一 来的车吧